他只有给我们程式嘛 然后呢要我们怎么样 造key吗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学不会 因为不知道这个方法的话 后面就 就完蛋了 所以那个名称的话叫什么 on 所以你就打一个o option 有没有所以你就打一个 options 那名称的话其实不用 on option item select 这个方法有没有 找到之后的话你就把它打勾 按一个确定 他就自动怎么样呢 帮我产生这个方法 那里面的程式部分就是 他会传过来一个item 就是点item 那我可以用switch 就是用判断的方法 或者你用if else if也可以啦 switch case也可以两种方式 那我要怎么判断呢 第一个就是说呢 当我 这个item进来会传 传过来告诉他说 这个item就是 你刚刚点那个叫 就是tof 那如果tof的话 那我在switch里面 就透过item的 getitemid 去取得什么呢 他的id名称 那如果说呢 他等于什么 r.id tof 的话 那我就执行下面的程式 如果他是 r.id.toc 的话 那我就执行这段程式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个里面的程式 这两行程式基本上就是 跟那个什么呢 跟按按钮 之后执行方法 写的那个是一样的 那怎么去做 这边我想前面都 一样 比如一个 int temp 我们取得 这个什么 取得上面输入的词 然后呢 用switch的方式 取得 并且特别重要 switch cash 后面一定要break 这个break 一定要跳开 然后呢 判断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 他到底按了哪一个 并且把这个结果给秀出去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会有问题应该是这个 这两个方法上面 那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也把那个程式画面部分的话 也已经传上去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程式 程式部分的话 就是一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边有稍微标注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在云端 云端的这个这个 白板上面 或者是说呢 那你们可以参考15支7页也有程式吗 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